舞台更绚烂 歌曲更动听 选手更可爱 梦想更独特 会员果汁开门大吉 会打P-Buck 真假的 哇 时间都去哪了 您的时间都去哪了 向名人捡脑子 掌声欢迎 郑渊杰老师 欢迎 开门大吉 欢迎来到 由会员果汁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央电视台开门大吉 一档名门坎参与游戏互动 轻松实现家庭梦想的一支游戏节目 我是尼可买提 欢迎各位 在我这里 你不需要能歌善舞 你也不用死尽被 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 按响门铃 打开大门 惊喜和快乐 就在门背后 等待着你 来 为即将上场的各位选手 加加油吧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 开门大吉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选手 他的家庭梦想能否实现 我们一起关注 掌声有请 鼓励兹帕尔 欢迎 你好 老乡见老乡 我还挺开心的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 鼓励兹帕尔 来自美丽富饶的新疆 博尔塔拉 现在就读于 中央文字大学音乐学院 长得漂亮吗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我的家庭梦想是 给我亲姐姐买一架钢琴 我们给她点力量 好不好 来 加油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开门大吉 你看过开门大吉 对吧 当然看过 有你在 能不看吗 男神 男神 我也能被称为男神 如果说你今天能够挑战成功的话 将会获得由 常喝气色好的会员桃果肉 为你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 好嘞 来吧 第一扇门 请按响门铃 OK 这个太简单了 对你来说太容易了 来大声告诉我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新疆好 确定吗 确定 新疆好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吉 河地沙滩点亮天 鸡血融化关农庄 河地沙滩点亮天 鸡血融化关农庄 我们美丽的田园 我们可爱的家乡 我们美丽的田园 我们可爱的家乡 谢谢姚迪为我们演唱的这首 新疆好恭喜你 收获了一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第二扇门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按下门铃 掌声送给鼓励 你到底爱不爱我 爱不爱 歌名叫做 爱不爱我 到底对不对 对 我都不敢说话了 这女汉子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吉 你找个理由 让我平衡 你找个借口 让我接受 我知道 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 而你却看不出我的感受 天好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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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好冷 别说 别说是有人一次放线 陪我写陷入了困境 我好累 我好累 你到底爱不爱我 我不知该熟悉什么 你爱不爱我 思念虚伪也许我会好过 你爱不爱我 我不知该熟悉什么 你到底爱不爱我 唤醒自己 就不再难过 谢谢再次掌声 送给宋一阳 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爱不爱我 但是更要恭喜你 收获了两千元的 家庭梦想基金 真的是属于性格特别的外放 太开朗了 你在学校里是不是开心过啊 是应该是 你这性格怎么就培养起来的 小时候也这样吗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做生意啊 小时候做小买卖 卖葡萄啊 报纸啊 荧光棒啊 我真的干过很多 而且还有点小有点名气 在家乡那边 那你生意做的好吗 赚钱吗 挺赚钱的 因为他们就可能有些家长 或者是那些阿姨看到我 可能是为了支持我买我的东西 挺好的 一直都赚钱啊 从来没陪我 当然不是 多大的时候做的 六年级吧 十二岁 十二岁 对对对 十二岁 那这孩子 真的有 赔的怎么样 严重吗 严重啊 有一次是卖草莓 然后那个草莓的保存时间 它是非常短的 坏了 然后就赔了 当时还挺伤心的 真哭了 你都不知道 还哭了 12岁就出去做一些小买卖 真的有 你学还上不上了 上了 肯定上 老师没有意见 有 有一次卖东西的时候 被我班主任发现了 这是真事 班主任怎么样 班主任过去就买了两斤 没有 他就过去以后就说 我们这个小买卖 还是得放一放 然后我们学习是放在第一位的 然后这么说 然后我就 我说好嘞老师 好的好的 从小做小买卖 肯定出了女汉子的性格 那今天要义无反顾 继续向前冲 好嘞 第三扇门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按下门铃 加油 大家给我鼓鼓劲啊 我是爱你的 还说你是爱我的 你再唱两句 就是爱你的 唱歌还真挺好听的 歌名叫做 那你让我想一下好吗 矜持 矜持 是吗 是矜持吗 王菲的矜持 矜持 那我们来验证一下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戒 对了 我曾经想过最寂寞的夜里 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 你闭上眼轻轻吻了我 不说一句 不说一句轻轻包握在你的怀里 或是爱你的 我爱你到底 我爱你到底 深深深去爱你 谢谢 谢谢人家新作 免唱的这首 矜持 恭喜你 家庭梦想机器 已经积累到了 3000元 来 矜持这个词 跟你好像也扯不上什么关系 是吗 我觉得一个 我心目当中的一个维吾尔族的姑娘 应该是落落大方 跟你女朋友老婆一样 她也不是特别的精神 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维吾尔族女孩 特别的开朗活泼 同学们肯定每天特别开心 是吧 对 跟我在一起一般都是欢声笑语 欢声笑语 对呀 跟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怎么调节 这个气氛 其实我有个技能了 就是会打BBOX 真假的 当然 我怎么不信呢 来吧 OK MOOD BODY YOU WERE BOI NAKE A BIG NOISE PENDING IN THE STREET GONNA BE A BIG MODY YOU WERE BOI NAKE A BIG NOISE 就关键是这个 BBOX 我觉得 我怎么没怎么见过 女孩来表演 你会吗 你是男士你会吗 我教你 我教你 就比如说 就把手杖握好 对 他的声音得收进去 你将来找男朋友 有点困难 真的 我不要笑 你吸的那一下 怎么来的 是不是觉得 我还挺丢人现眼的 我觉得他真的好棒 我相信电视机前 包括现场很多观众 从现在开始 更加的喜欢古丽子帕尔 太棒了 掌声再次送给他 太牛了 谢谢 接下来是第四扇门 进暗响门里 加油 加油 不知道你玩了这么一段 还能回过神来吗 加油 时间到 是不觉得刚才有点高兴过头 对啊 就感觉 创始已至了吗 不该这样的 求助我的亲友他吧 哎呀 这就求助了 那怎么办 这三第四扇门了 这首歌我真的没有听过啊 那我们只能求助了 好不好 求助吧 连线你第二现场 我真的是要感慨一下 你真的太汉子了 这个 他撒克子的姑娘 反而就比较的矜持 她在生活中也这么疯吗 对 她在生活中也是这么的疯狂 她就是个女疯子 女疯子 对 你们俩是好朋友吗 虽然她就是平常挺疯的 但是我们一有活动 或者是聚会都会叫她 然后她特别能够带动我们的气氛 有她在永远不冷场 对 这个时候呢 要诱了 要告你了 这首歌你听出来了吗 我听出来了 哇 真的吗 太好了 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 我看过这个电影 太好厉害 就是江山美人的主题曲 什么歌 叫做随梦而飞 怎么样 接受吗 肯定接受 我上次了 叫做 随梦而飞 随梦而飞 我就没有听过这首歌 也没看过这个电影 你先别管了 我觉得 至少给出一个答案了 到底古离兹帕尔 她这扇门 这个坎能不能过去 门能不能打开 让我们期待 开 门 大 起 你看我心有心有短情的 真的太好了 我会忍受 所谓孤单 却不能让你承受苦难 但愿你能对你命运泛航 放下你那珍重心囊 我何尝喜欢 带着伤 成长成就 他人对我期望 谁在乎流放 谁愿意错过年少轻狂 一拥抱就地牢 一闻就天荒 像活在放弃人间的天上 人间天上 无穷无尽江山 从来没有那么好看 明天还有什么要打算 你岂不愧的飞啊飞 这就是我们的堡垒 什么也无所谓 人生难得一次约会 是你告诉我是谁 谢谢 谢谢李佳杰和王佳怡 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随梦而飞》 恭喜你 《家庭梦想》即进行 积累到了五千元 开心吗 开心 当听的一半一半出来了吧 我发现他唱歌唱的挺好的 而且多才多艺 你现在民族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来着 我学的是声歌系 声歌系 学唱歌 从小就喜欢音乐吗 不是 我是从一个理科生跨越到艺术生的一个女生 你原来是学理科的 对我学理科的 那你后来上大学 你怎么就考艺术了 因为我觉得理科根本就不是我的菜 不是你的菜 不是你自己将来要发展的奖 对对对 你们学声歌的会涉及到乐器吗 我是弹唱考到我民族大学的 弹唱 对对对 弹维吾尔族的都特尔 你今天 肯定要表演一段 带你的都特尔来了 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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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展示一段好不好 好好好 我们下车送给孤立都特尔 那你跟我 我来弹唱 你来跟我帮我 我给你鼓掌好不好 哦不好 你们说要不要跳段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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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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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收拾 一起学教吧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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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你刚才找个组合得了 好啊 一块出去演出 古你组合 你古组合 你古组合 谢谢大家 配合的如此完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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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是 我这大把年纪了 还跟个小姑娘在舞台上表演节目 你觉得合适吗 合适啊 为什么不合适 挺合适 接下来要干这更合适的事情 就是继续闯关 第五扇门 钢琴离你越来越近了 一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那购买钢琴了 怎么办 继续走吗 都被你说成女汉子了 你说能不继续吗 来 第五扇门一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请按下门令 加油 没有求助 只能靠自己 没有求助了 这里是由长河气色好的 会员桃果肉独家光明播出的开门大姐 开始 OK 没问题 对吧 这个旋律挺熟悉的 父亲草原母亲的河 是吧 是不是 是吧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我是母亲的草原父亲的河吗 你不要逗我 我们是老乡 你要记得 明治大学有很多的蒙古族的同学 对吧 对 可能也会经常在学校里 回荡这首歌 听到这首歌 是的 确定了 我确定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 门 大 去 里面 没问题 大海 母亲的草原 大海 母亲的河 虽然已经不能用 不能用母语来诉说 请接纳我的悲伤 我的欢乐 我也是高远的孩子 心里有一首歌 歌中有我父亲草原 我母亲的河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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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ieren 谢谢桃文 谢谢 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种 复兴的草原 母亲的河 恭喜你 故伶你知道 你的家庭梦奖基金 一万元 已经积累到了一万元 给自己点个赞 给自己点个赞 好样的 接下来 第六扇门 一万元 你要不要走呢 为什么这个梦想是给姐姐的 我姐姐是从 大概三年级就开始学钢琴 学了五年之后就半徒 就是半徒就没有学了 可能是家里的一些原因 然后家里是没给姐姐买 然后姐姐就中途就没有学 然后直到现在 我姐姐跟我妈妈都会念叨 早知道让姐姐能够继续 学钢琴就好了 所以小鼓励 她一心想的就是 能够帮姐姐圆这个梦 接下来 要决定继续走 还是见好就收 你自己做决定 我觉得见好就收吧 真的 见好就收 我觉得给我姐姐圆这个梦 我就够了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 玻璃自拍儿园在新疆的姐姐 此时此刻一定特别的开心 包括妈妈也是这样 对吗 妈妈肯定很 有什么话要对她们说 妈妈你辛苦了 因为可能家家庭的一些变故 或者怎样 我觉得 我妈妈是最坚强的女人 我也相信 我以后努力 也会让妈妈过上更美好 更好的日子 我觉得你已经做到了 你已经迈出了扎实的第一步 期待你早日毕业 成就自己最美好的人生 加油 感谢 再次祝贺 玻璃自拍儿 也要感谢 常喝气色好的 会员桃果肉 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 家庭梦想 晚期今 祝福你 祝福电视机前的妈妈和姐姐 祝你们全家幸福 谢谢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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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台更绚烂 歌曲更动听 选手更可爱 梦想更独特 会员果汁开门大吉 会员果汁开门大吉 会员桃果肉 常喝气色好 您正在收看的时候 由会员果汁独家冠名播出的 开门大吉 感谢所有观众的参与 我们的每位观众 都会得到 由常喝气色好的 会员桃果肉 提供的会员大礼盒一份 谢谢 接下来 我们要请出的是一位 开门大吉的忠实粉丝 他究竟是谁 他的梦想是什么 他能否实现他的梦想呢 来 掌声有请 郑鸿生 欢迎你 欢迎郑老爷子 来 郑鸿生老人 他是我们开门大吉 非常非常忠实的一位粉丝 您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一名 有67年近龄的 黎秀老干部 心理年龄 38岁 说老了 生理年龄 83岁 我特别喜欢啊 咱们这个开门大吉 从他开播一来 我们全家人 几乎是天天都开 哎呀 今天我来的时候 还发了一条微博 嗯 这个情况我证明属实 郑鸿生老人 他是我们开门大吉的超级粉丝 经常在这微博上 给我们留言 跟我们互动 我们看完以后特别感动 今天早上 您还发了一条微博 他说 我特别喜欢开门大吉 这个节目 他这个节目的名字 特别吉祥 就跟您的梦 中国梦一致 您的中国梦是 希望我们中国的千家万户 都开门大吉 太好了 接下来您得告诉我 您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我80岁的时候 我的两个孙子呢 就孤立我呀上网 结果我的孙子呢 就给我卖了电脑 卖了个瘦写板 我现在写了几百万次 这个都是用瘦一句给写出来 您不是打出来的 写出来的 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写了一万四千多条 结果呢 我的这个写字板 也写坏了好几格了 我的孙子 要给我再买一颗新的 我说我不啃小了 你们不啃小了 不啃小了 我想我自己啊 更换一套 我的这个 写微博的这个电脑 手写板 我用最现金的这个技术呢 微博的废丝服务 太好了 这样一个家庭梦想 我们怎么能不支持呢 来吧 看您的了 看我的 实现家庭梦想 全场的朋友们 一起开门大街 好的 郑老爷子 咱们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还紧张吗 不紧张 来 全场的朋友们 掌声鼓励一下 加油 请按响门铃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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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 哎呀 这个容易吧 我都代表我们三西人陶醉了 我是三西 嗯 福三县 十里村 这个歌啊 我听着就是我们三西的歌 听着就像专门给您准备的歌 而且是我们三西 著名歌唱家 我们三西集的 嗯 果兰影大街唱的 人说三西好风光 嗯 超普 好 我们先检验一下 我们三西人听到 都热情澎湃 对 您这绝对不能答错 嗯 来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街 好 人说山西 好风光 一飞水美 五湖香 我温少一枝 太高 登上 泰春 zel along 水美 雨淋 盛盘的草书 晚上一望 你还能不能说 啊 我哪流过的香草 喜欢我离开心花 啊 而你长大 你连我 男儿子 千万不 我女儿能笑万种方法 人有那痴情又不得 啊 你看着海放的波波 啊 想起那摇板的香 是其他 欢迎新年歌手陈丽媛 谢谢大家 还有点像郭兰英 像郭兰英老师年轻的手 陈丽媛好好加油 我加油努力 谢谢 恭喜您获得了一千元的家庭梦奖金 山西啊 听到这首歌有没有点想家的感觉 想 想啊 想 他们要看到我在这儿 要听到这个歌 我想我们家 包括我们三十人都感到高兴 全国人也会高兴 因为都喜欢这首歌 没错 但是呢 我们全国人民还特别喜欢你们家里一个人 郑鸿生老师这亲友团啊 是重量级的 大家想看吗 来 我们连线第二现场 舒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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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飞机抵舒克 耶 我相信现在有很多人跟我一起在唱这首歌了 因为看到了您 就代表着看到了童年 让我们掌声欢迎 郑鸿杰老师 欢迎 我是郑鸿生的儿子 郑鸿杰 看到你特别开心 特别高兴 因为真的就是 他就是给我们带来了童年非常多美好的回忆 像很多 就比如说舒克贝塔 刚刚我唱的 还有皮皮鲁 鲁西西 皮皮鲁鲁西西 郑鸿杰老师的童话故事 我相信现在所有的都看过 对不对 对 喜欢吗 那必须的 我们都是看着您的童话长大的 对 还要介绍一下旁边这位 这位呢 就是郑鸿杰的儿子 郑鸿齐 我主要是冲爷爷来的 我是他孙子 今天真的是三代同堂 我要来说一下鸿齐 他不仅自己非常有成就之外 而且还把爸爸的这个 还发扬光大了 对不对 自己现在还是这个皮皮鲁总动员公司的CEO 郑鸿杰是我公司的头号签约作者 然后他现在得听我的 你成他老板了 什么意思 后不还有第二号吗 未来会有的 郑鸿杰老师 一般来说您都应该是做第一主角 头号主角的 但是今天您也退居二线了 您的父亲来到了我们的主舞台上 您感觉怎么样 我很高兴陪我爸爸来 因为我小的时候 我爸爸老带我出去玩 比如到北海了 什么的到颐和远了 但是他我长大以后也很愿意陪着爸爸玩 所以今天等于是只要他高兴就可以 尽管我是那个中国好像很少见的 有那个五音不全的人 我是之一 不是那你一会求助打扮 朱仁杰是他虽然五音不全 但是好歹他听过歌 我每次写作的时候旁边都放着音乐 音乐 等一句 唱不出来 我什么唱我 我爱北京天安门 谢谢郑元杰老师 你看郑元杰老师快六十的人了 依然保持一颗童心 可见童话的魅力 它是永远能够陪伴我们一生的 我们先继续开门 今天主要的任务是开门来了 接下来是第二扇门2000元 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吧 请按下门链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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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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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见老鼠掌心芽 院里枯木又开花 半生存了好多花 曾经那满头白发 曾老爷子这是谁啊 这是这个毕老爷子来的这个魅胜四季 这您都知道啊 祝贵你们啊 谢谢 掌声送给我们星光大道的年度总冠军 魅胜四季 谢谢 您现在歌唱演员听完您这番话肯定特别的开心 但是您应该更加开心 因为您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来吧 看来这首歌您熟 我们的歌唱演员您也挺熟的 刚才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 我看到郑老爷子也在旁边跟着唱 我脑子里就在想 您的时间都去哪了 经历可是够传奇的 1932年出生 没错吧 最高学历 五年私俗小学 靠自学成为华北军政大学 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哲学教员 创造了小学生教大学生的童话 您是怎么就开始自学的 说这个事我吃过亏 后来我就偷偷把他家具看了看 床上放的是书 桌子上放的也是书 甚至地下都有书 他看书看了 他都说 后来我就误出了一个道理 小姐 要向全世界的 孤近肿外的名人 建脑子 因此呢 你要看书 我一年呢 我要看一百多本书 我看一本书 我找个本 我等几个名 结果看着看着怎么样呢 你知道 我发言超过他了 结果呢 因为呢 我这个叫发言发的好了 结果领导就发现 这个校正当教员也不错呀 嗯 小文青包啊 雕子去啊 当哲学教员去了 哦 所以呢 后来呢 我讲课的时候 小姐 我搞几个经验 我为了把这个课讲好啊 嗯 我到那个高粱地里去 跑高粱地里去吗去了 不是红高粱啊 不是干 不是那个红高粱 没往那想 不是去干那个事情 没有说您干那个事去了 我是干什么去了呢 高粱地啊 下面都是高粱 嗯 我在那个高粱呢 上面那个 那个红上 嗯 我给他们讲 你给高粱讲 高粱讲 我给高粱讲呢 高粱也听不懂啊 是听不懂啊 结果呢 我就把我这个 要讲的这个课呀 我在那个地方 就一无一失地讲 明白 演讲 练习自己的演讲口才 哎 明白了 这就是自学成才 但我发现 你们家这自学成才 已经成传统 蔚然成风了 因为我记得 我上中学的时候啊 就在自己压力特别大的时候 好像看过一个电视节目 就介绍郑元杰他们家 不让他们家孩子上学 就自己在家 设立私塾 给孩子上课 嗯 这事是真的吧 我们得问问他本人 当时人啊 联系第二现场 我上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就由于历史的原因 就没有再上学 您自己也是 对对对 所以你 小您你不要以为 我是我原创的这个 焦郑雅琪 我以为您是 省下那笔学费来 不是 我们家这属于是 上梁不挣下梁 家风使然 家风 我爸爸当时就说 那咱们就自己在家上学吧 然后他就教我 但是他不像我 后来教志雅琪的时候 我是给他编了 有四百万字的教材 一对一的教材 他不是 他是让我背一本书 他拿了一个小册子 这本书的名字叫 共产党宣言 那你还记得吗 我觉得其实对我 后来也有点影响 就是他这个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 是这么说的 就是一个幽灵 共产主义的幽灵 在欧洲徘徊 其实像幽灵这样的东西 实际上这种词 就只出现在童话 民间故事 神话里面 是这样的 所以实际上最后我写童话 我觉得潜移默化 也有点共产党宣言的影响 明白了 就是童话的源源 就从那开始的 今天他老爷子手里 拿着一本厚厚的书 马克思的资本论 还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本书呢 19 1953年 8月17号买的 这本书已经60多年了 我统读资本龄的时候 我是抱着正元节 这个树上来 这是我画的道 这个地方 有几个校道 这是正元节 拿着我这个铅笔 还几岁的时候 凉下去吧 我这上面住 这一个住 这些红道是 小虎小时候 小手画的 小虎就是正元节老师 正元节的校名叫小虎 这您都留下来了 我老看书 影响了他看书 看来正元节老师 写作的习惯 都是从您这里 这一点一滴的积累开始的 像雅琪 雅琪好像也是吧 你是读到小学六年 六年级是 就是你们家学历最高的 就是我到现在为止都很自豪 因为我是我们家学历最高的 我是小学毕业以后 没上学的 你觉得当时会不会觉得 跟别的小朋友会不一样 我觉得最终选择这个方式 可能还是我适合 你自己自愿的是吗 共谋 因为在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完全的行为能力 而且他要不过编教材 我学什么 然后没有 因为老正编的教材 就我觉得很难得有教材 能让人一口气把它读完 这一家的教育理念 自始至终一直都贯穿 从您这儿一直传到 郑元杰老师再传到郑雅琪这里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全新的教育理念 但是他证明了 确实能够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从您这里代代相传 挺好的 过奖过奖 应该干正事了 好嘞 开门好不好 开门 接下来是第三扇门 三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请按下 万里 掌声送给郑鸿生老人 加油 郑老爷子 您得想好了说 可不能错 这个好像是 好像是李古鱼老师 给郁毛球球队唱的这个歌 什么歌 歌名叫做 揭摆的郁毛 记忆 记慎情 确定是这首 好像我看就定了吧 您好像就定了 就定了 什么叫好像就定了 定了 到底是不是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 机 好 好 太小的千尔送春风 接派的鹦毛 几身心 缓解的歌 空山场 榴异的花红 晚梦风 晚夜的耳朵伸长 留意的魔朵 谢谢孙子如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 恭喜您 家庭梦想迄今 尽力到了三千元 孙老爷子玩得还挺开心的吧 特别开心 对于所有羽毛球爱好者来说 应该是一首很熟悉的歌曲 是个唠歌 您自己喜欢什么运动 我喜欢散步 你每天都怎么安排 怎么安排 我是每天十点钟起床 我一辈子没有睡过懒觉 没有睡过一次懒觉 从来不睡懒觉 从来不睡懒觉 我每天就是十点钟起床 起了床以后 戏转完了以后 现在就卸微博 卸完了微博以后 吃了饭 然后就出去散步 我们有四句话 有四句话 这个卖书 不卖刀板的 吃饭不吃饭馆的 走漏要走平淡的 散步要造能砍的 我现在想想你 我想教给你 在座的观众吧 明天 就是把这个两个手 把你的耳朵捂起来 把耳朵丝巾捂起来 捂起来以后 这个是我 跳你的脑袋壳 你看 大家也可以试一试 这有啥用呢 你脑子现在困的不行 现在看书晕的不行 这个泪的不行 你翘那么流失下 肯定是脑子非常精彩 斗手精神 斗手精神 不是对脑子养脑 第二招 咱们大伙一会儿学一学 啥呀 用头写字 可以减少或者不得颈椎病 用头打写字 您给我们演示一下 我写你笑你这个字吧 好 你啊 写完了 这样吧 我们全场的朋友 我们就一起按照老爷子的方式 用头写出自己的名字 好不好 来 预备 开始 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 您千万不要被我们吓到了 这里是开门大集 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好像这个颈椎好像舒服了 舒服 而且热了 写的时候不要太快 不能太快 慢慢的写 明白了 但是有一条 你必须每天坚持 每天坚持 您能做到吗 您儿子能做到吗 我儿子能做到 我就不信 我们让郑元杰老师用头写个字 让我们看看好不好 我就写皮皮裸 好 也行 实际上 我爸爸教我很多这种 就是生活上的这种 就是不花 他说的就叫不花钱的健身方法 其实我都实行 养生 这一点也是代代相传的 从小到大 我觉得其实非常感激他的 就是影响吧 我觉得也不是叫 就是早睡早起 早睡早起 你也是四点钟起来 我是这样的 我原来不是 就是是正常 比如六点多起床 但是在1985年的时候 我创办了一本杂志 叫童话大王月刊 这个杂志签合同的时候 他们问我说 就是你一个人 能把这本月刊写多少年 我就伸了三个手指头 他们说三年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写一本月刊 写一年就不得了了 我说你后本加一个零 就是三十年 事实上压力非常大 每月一号必须交稿 所以我这个写作 就是原来是上午写 后来我就想起 我爸爸的这件事情 因为他很早就起床 那我想如果我早上四点半 起床写到六点半 两个小时写六天字 那我写三十天 这一本杂志就写完了 我觉得这样就是白天 什么事都不影响 所以我从1986年开始 就每天早上四点半 起床写到六点半 一直写到现在 三十年全部写完了 这样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你全天非常轻松 所以有人说你专家 一个人写本月刊 童话大王写了三十年 你可能是世界上最忙的人 我说正好说反了 我是最闲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白天闲的就没事干 行 那我们就继续打词了 你们来继续观战 好吧 好 OK 接下来是第四扇门五千元 准备好了吧 请按响门铃 加油 这首歌 好像我特殊性 这个歌呢 我想想名啊 这个歌的作曲啊 是雷震邦先生 这个歌的名字呢 我这是跟我们部队有关系 跟你也有关系 跟我 是吧 新疆的事吧 是 差不多 这个是叫怀念战友 怀念战友 怀念战友 我是说话不好听 挺好听的 特可爱 怀念战友 怀念战友 是吧 来我们全场的朋友们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 吉 天山脚下 是我 可爱的家乡 当我离开 它的时候 好想要是 好想要是 我爱的家乡 鲜挂在墙上 花药断了哈密 花衣了香甜 情是回来 独当儿还会再想 当我入面 这有点时候 好想了雪崩飞过王朝 亲爱的战友 我再不能看到你 雄伟的声音和 可爱的脸庞 亲爱的战友 你再不能听我弹琴 听我歌唱 当我入面 这有点时候 好想了雪崩飞过王朝 亲爱的战友 我再不能看到你 雄伟的声音和 可爱的脸庞 亲爱的战友 你再不能听我弹琴 听我歌唱 谢谢 我想给云飞到军前 握个手 云飞你也认识 毕老爷那来的 也是毕老爷那来 我去握什么 你要去干嘛 我给他握个手行吗 行就行 你也许吧 你好 陈颜颜 好运 你好 特别好 谢谢 你喜欢听他唱歌吗 喜欢 是内蒙的吧 内蒙国 原来是个教员是吧 教师 原来是个教师 好好选 谢谢 我们喜欢的歌唱家 谢谢 我也希望 爷爷能够永远的健康 我也希望 我到爷爷这个年龄的时候 我能够像您一样 真的 真的 祝福你 祝福你 谢谢 谢谢 想象再次赠个云飞 您比我还熟 您是我们综艺频道的忠实观众 我真的发现 您不光看开门大集 星光大道 你也特别关注 别老写毕老爷了 你不是 毕老爷长得没我好看 这差得远 那不在一个档子 毕老爷您听到了吧 差得远了 那不在一个档子 太好了 心里太舒服了 咱们继续开门 我帮你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积累到了五千元 还行吗 听到这首歌 有没有想起自己的军旅生涯 非常的有感情 非常有感情 在我印象中 这军人家庭 对教育孩子应该是特别严格的 你们家没打过儿子 郑云杰老师没爱过您打 我可以这样吧 我和我们老伴 没有打骂过一次孩子 真没有 真的没有 军人家庭里 小孩从来没爱过打 我还是不太信 我问问当事人 真的从来没有爱过打吗 确实从来没有爱过打 而且也没有爱过骂 就是我爸爸妈妈在我们住的那个大院里边 应该是抽名远扬 叫护犊子 骂都没有 对 也比如说别人来告状的时候 就是说 你们家小孩 伸了我的头发 对 跟我们家的小孩打架了 我们家小孩出于劣势了 你们家小孩赢了 这种情况下 我爸爸妈妈 他们就会说一句话 什么话 一个巴掌拍不响 但实际上在我这来讲 我就会觉得非常 就是他们特别让我值得信任 到现在59岁了 我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事情 我特别愿意跟他们说 这是一个效果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 当然他们也 你们说那你真的要 犯错了 那怎么办呢 就是那个写检查 写检讨 比如说500字的800字的 最厉害的一次 好像让写了大概应该是5000字的检查 那样我就把它写成一篇小说了 实际上有情节 有人物 有铺垫 有悬念 郑彦经老师在童年时代写过将近2000万字的检查 写出了一个童话大王 童话故事 教育也是有传承的 郑雅琪 包括她妹妹郑雅菲 那都 从来我都没有打骂过 我觉得他们就是家庭 就是特别有意思 不仅是比较有趣 而且特别和谐 在家我回家就是AAD 或者叫周恩杰 周恩杰 但是叫你哥 对 他管我叫哥 为什么叫你哥 因为童话大王是1985年创刊的 然后 我又暴露年龄了 我是1983年出生的 不是90后 然后所以 很多人管周恩杰叫童话大王 然后我们俩就戏称 我比他大两岁 而且我觉得可能 就是我爷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因为他从来不打骂周恩杰 然后周恩杰也从来没打骂过我 这种话都没说过 这听着好别扭啊 这儿子管爸爸叫周恩杰 那爸爸你叫他一下 哥 我一般一回家就是 你们俩能多连着叫几声吗 让我感受一下 一个一个 来一杯 周恩杰 哥 周恩杰 像说像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这太奇特了 就像刚才陈梦辰说的 这家里的关系 特别和谐 非常有趣 一定还有很多好玩的事 我们一会儿接着往下聊 现在我们继续答题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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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场的朋友们给 郑老爷子加加油 第五扇门如果说你能打开的话 五千到一万 好不好 请按响 门铃 我都不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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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 会不会 老哥你们 这个歌 我是对不会 但是我要感谢我的纯顺女儿 他在听到这歌以后就这个 我纯顺 我四十同堂 我的纯顺女儿是一岁多 但是他听到这个以后 他就甭 就甭 所以他后来我听说 这个名很简单 叫做 叫小苹果吧 小苹果 是不是 那我们就来检验一下 到底是不是这首歌 全场的朋友们伸出一个双手 让我们期待 开 门 大 鸡 哇 我种下一颗种子 终于争处的过失 今天是个伟大日子 担下星星送给你 担下月亮送给你 让他每天为你生气 变成蜡烛燃烧自己 只为照亮你 把我一切都献给你 只要你欢喜 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 生命随得爱你永远不离不弃 你是我的小鸭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疯疯的下点温暖 我的心窝 点亮我生命的火 火火火火火火 你是我的小鸭小苹果 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 春天又来到辽法 开门山坡 种下希望就会收获 谢谢鸡门舞社的各位朋友 谢谢 太精彩了 怎么样 您学会了吗 年纪大了 我挑大苹果吧 大苹果 恭喜您 家庭梦想基金 郑老爷子 已经积累到了 一万元 太棒了 很开心 很开心 一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您得好好感谢一个人 就是您的虫孙女 对 看到郑老爷子 转发了一条微博 郑元杰发的 郑元杰 郑雅琪 和小孙女 一起走路的照片 郑老爷子 转发了说 要我在 那可就是四世同堂了 诶 那个 郑元杰 他经常会来看您吗 会来陪伴您吗 我给大家说个实话吧 他呢 这个 现在 也有好长时间了吧 他在家的时候 在背景的时候 他每个礼拜呢 亲自跟我们做四天饭 每个礼拜给你们做四天饭 跟郑门老俩做四天饭 真的吗 正式炒饭 正式素材炒饭 就是一到中午的时候 就来了 来了以后呢 公们就 就把这个饭也来了 吃完了以后呢 连碗都不用刷 你拿走 这是 这孝顺的儿子 真的是 这是真的 郑元杰老师 是真的吗 是真的 我是住在城里 然后他们住在郊区 然后我每周一到周四 早晨开车 然后就出城了 然后到他们住的地方 带上那个蔬菜和吃的 然后就给他们 做中午饭和晚饭 我发明了两个饭 正式炒饭 对 正式蔬菜饭 就是九种蔬菜 不同的蔬菜 和十分之一的大米 然后把它挥在一起 用混合橄榄油 很少的油炒一下 晚上就是正式蔬菜面 就是九种蔬菜 和很少的几根那种蕎麦面 我妈妈呢 是这个糖尿病 但吃了我这饭 血糖就正常了 自己都已经是当爷爷的人了 能到自己爸爸家里 妈妈家里 每周做四天的饭 对 这个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我小的时候还有一件事 印象特别深 就是我妈妈呢 老汇带着我去那个邮局 汇款 那是一九五几年 他就是 他和我爸爸两个人 从他们的工资里边 每个月拿出三十块钱来 寄给我的爷爷奶奶 就是他 我爸爸的爸爸妈妈 然后这个事情持续了十几年 给我的这个印象也非常深 所以我长大以后 我觉得这个事对我是有影响的 我觉得这个时候 雅琪的压力会挺大的吧 就我们家的整个的氛围吧 所有人都互相 都什么都能说 这个在我身边的 的年轻人之中不多了 已经 尤其是像八零后啊 就是他们很跟父母见了面 没话说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教育 是不太一样 就是你看老郑 他一个是孝顺嘛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跟我 一直很平等的 他在我小时候 跟我说话是蹲下 跟我说 因为这样平等 然后我现在比他高点了 我得蹲下跟他说 然后这个 所以就是包括那个 你看他给我编的教材里 有一本 好习惯攻略 他就把他这一生的好习惯 都给我总结出来了 两条就很关键 他放得很靠前嘛 一个就是孝顺 一个就是尊重 哎呀 我真的在感慨啊 您的孝顺真的感动了我 我觉得我自己都不见得能做出来 现在我跟我们家人当然是隔了那么远的距离啊 但我觉得如果我在爸妈的身边的时候 可能会因为朋友的关系 工作的关系 也不见得能够时时刻刻陪在他们的身边 向您学习 郑元杰老师 尤其是您的炒饭 我也得跟你好好学习 学习 很健康 好吧 这个炒饭我马上就要去注册商标了 正式蔬菜饭 正式是吧 蔬菜饭 正式蔬菜饭 谢谢 好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开门 董老爷子 第六扇门 一万五 您是 您自己拿主意 刚才跟我说话 他们还没用 还没用他们 我还得可以求助一次 您有一次求助的机会 那我去试一次吧 那揍吧 走 好 第六扇门 一万五 你们支持 郑老爷子吗 我们看看郑老爷子 能不能打开第六扇门 请按响 门铃 加油 万一 郑老爷子要听不出来 就靠你们了 这里是由常喝气色好的 会员桃果肉 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集 加油 这歌 这歌可不像小苹果那么普及呀 有人说听出来了就不知道名儿白听 哎呀 小妮 您听过吗 这个我弄不了 您今天得 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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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连线第二现场 先来问一下这个开始 就是说自己五音不全的郑老师好不好 你觉得这首歌是什么歌 泰坦尼克号 啥 我觉得这是个英文歌 这终于到我强项了 我就这么说 刚才的所有的歌 说小苹果 没有一个是我知道的 然后我觉得那个 他这孙子没白生 这歌我应该还应该能 这孙子没白生 这话这个很变眼 这是应该是寒寒的电影 后会无期 里面最后有这歌 这首歌的名字叫 The End of the War 世界的尽头 你确定是英文版本的吗 其实他已经 他已经把正确答案 刚才都已经说出来过了 世界的尽头是吧 不是 啥电影啊 你刚刚 小时代 小时代 你就别杀仓谎了 他已经不知道了 这歌名叫后会无期 所以我们给说的答案是 我确定后会无期 后会无期 确定吗 您接受这个答案吗 我没办法 没办法 我也有办法 咱是后会 后会有期 还是后会无期 接受这个答案 到底对不对 是不是后会无期呢 让我们期待 开 门 大 急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当一个人成了迷 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 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 当一辆车消失天气 当一个人成了谜 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 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 在每个繁星抛进银河的眼里 我会告别 告别我自己 因为我不值得 我也不想值得 和相聚之间的距离 哇 谢谢邓一全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后会无期 恭喜您 郑老爷子 家里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一万五千元 一万五 等一下 一个电脑的手写板才多少钱 我这好好更新一下 跟我这几十万粉丝 我好好服务给他们 看完我们这节目 估计您这微博粉丝也得涨一涨了 是吗 但是钱咱能不能再涨一涨呢 您得自己做主了 一万五 能不能涨到两万呢 我想起来一个 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 我一个老首长 他呢 叫给我三句话 什么话 第一句话 要智祖长落 第二句话 要量力而行 第三句 第三句话 要见好就收 所以您就见好就收了 听一听郑云杰老师跟郑亚琪 祝贺祝贺祝贺您 好不好 我爷爷这个见好就收 我觉得说得特对 因为他现在拿着这个钱 我奶奶回去会非常高兴的 如果他下一关没得到 他回去会被我奶奶说的 好 郑云杰 他一直我们都需要给他换电脑 但是他一直想 用自己的能力 来换这个电脑 今天他的这个梦想成真 但实际上我最最祝贺我爸的是 他对我实行了正确的教育方法 但实际上呢 是无心插流柳成音 谢谢郑云杰 谢谢郑亚琪 特别感谢郑鸿生老师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 收获一万五千元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 长河气色好的会员桃果肉 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 希望您继续支持开门大吉 继续支持小泥 好不好 谢谢谢谢 会员果汁开门大吉 怎么样 实现梦想的过程 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 如果你的梦想够勇敢 够疯狂 够浪漫 干嘛你不来 这里是开门大吉 我是尼格买提 下期再见 我叫秦坤 作为一名特广手语的公益组织发行人 我想说 手语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 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在很自然地使用手语 一 好 拇指弯弯就是谢谢 手掌灰灰就是再见 你看 与听力障碍者沟通 就是这么简单 他们听不到你的声音 但是你们的手势 他们看得懂 他们的世界颜色斑衣 但是你们的笑容 让他们感受到色彩斑斓 他们是折翼的天使 但是你们的力量 可以为他们插上飞翔的翅膀 开门大吉实现了龙人孩子看海的梦想 用我们的双手做他们的耳朵 让他们听到 我的家庭梦想是带妈妈去看海 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地回应 爸爸妈妈的每一曲梦后 这个世界什么都要我继续走 开门大吉